大家早安 我们现在开始 陈陈财经早晨时光 我先来跟各位解读一下早报 关于美股的部分 在昨天的收价直播 已经先后跟各位做一下说明了 我想今天主要的部分 是针对今天的早报 工商跟经济 来跟各位大概做一个 简单的说明 那今天其实的新闻里面 还蛮 我觉得还蛮精彩的 今天的 里面我看到几则 第一个 沙国增产 狂杀油价 在7号 俄罗斯跟沙国他们针对 这个谈判 就是俄罗斯跟中东产油国 就是因为油价谈判 结果协商破裂 协商破裂呢 所以 沙烏地拉伯他扬言 扬言要在4月 4月不但3月他要增产 他4月他还要增加石油的产量 所以呢这个头条就说这个石油呢跌破40 三字头再旺 昨天售价直播我特别跟各位做 跟针对油价我跟各位稍微做了一个说明 我说这个油价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可能会往下探底 结果现在头条出来 因为他们这一波OPEC国家在石油的供给上也没有谈好 所以沙国扬言 增产 大家早安 我认为有的时候 他们可能反而会利用这个时候 要让对手 就是说他用杀架的方式 让对方是不是没有办法存活下来 有时候这很难讲 那这一次正好疫情的关系 如果再增产 那油价确实是会有很大的压力 会往下杀 那其实油价一杀会出现几个现象 第一个油价杀 那照理说东西呢 应该就要便宜卖 因为你油价一杀很多东西的成本就降低了 那成本一降低物价就下降 那物价一降呢 照理说要能够增加消费 可是如果又因为物价一降 可是大家又不消费的话 那就会造成什么 造成通货紧缩 这个跟总经济比较有关系的 就会造成通货紧缩 那通货紧缩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造成那个什么 这个衰退可能会更严重 衰退更严重 所以这个是跟油价相关的题材 那今天的新闻不排除又是什么 低润合约价要含涨 所以这个通路商 低润的通路商有几家 就是说什么雨瞻威钢 雨鼎南亚科 甚至这个netflash的高价股的群联 可能都会受贿 那因为我想雨瞻这类的股票 其实在这段时间 它股价也相对的有一段涨势了 我倒认为 看不看涨是一回事 我是觉得这些通路股 记忆体的通路股 它每年在这个时候 就是第一季 搭配的这个除全息旺季 第一季第二季这边 就是会稍微来股价 会来拉一下 因为通常这种股票 一年就涨这么一次 一年就涨这么一次 那你就看你手脚要不要快 要不要这段时间 跟上它这些消息新闻 涨价题材 不然现在的需求 其实是降下来了 那一直在喊涨 我都不晓得在喊什么 因为被动元件也在喊涨 被动元件也在喊涨 也喊很久了 从10月喊到 从10月喊到现在 那怎么国具一开完法说 就散崩了 对不对 那 被动元件也喊涨 就你去看它第四季 有没有赚钱 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赚钱 是整年赚最少的 那不是第四季在喊涨吗 那怎么没赚钱呢 所以你要反向思考一下 那再加上疫情的关系 指数都在跌 因此 我是觉得 像这类股票 你要称利多 你要看 你要称这种利多 如果它一天到晚在利多 一天到晚在利多 所以 但是都没涨 那你就要留意了 你要记得国具 跟华新科 华新科在240那边很久了 国具在470那边也很久了 上下我想大概要有一个月时间 结果 最后 急拉一下 假突破之后 就真拉回 同样 你只要看到利多 成城的slogan是什么 真刀非真刀 假剑非假剑 利多非利多 利空非利空 在这边我要提醒你 最高请小心 好不好 那 报纸的新闻 我再给你看一下 这个证券版的 我们等一下很快来讲一下 三大法的买卖超 好不好 今天有一个证券 证券版的头版是 炎华 去年创世高 去年创世高 有没有 然后 首度赚进一个股本 你配8.8 鼓励 怕 配8.8鼓励 但是炎华股价在 200块 对不对 2395 来跟各位来看一下 炎华 好不好 因为既然头版出来了 我们简单来瞄一下 炎华的股价 在11月最高来到320 在礼拜 5的收盘 还有291 291 可是他却说什么 去年是 EPS 10.51 10.51 300块的股价 要配8.8 当然 法人会说他是一个成长型的股票 但贵不贵你自己来看 好不好 我可以跟你讲 现在10块的股票一堆 然后再100多块的 CCFL的 CCFL的 联帽 我估他 去年应该再怎么样 也有7 8块 对不对 然后 台光店 我认为应该也有9块 然后呢 有一家叫什么 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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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 他应该有10块 可是你看见顶 现在只有多少 112 然后呢 我们最近带会员买的梁维 对不对 6块钱 那现在 也是才60出头啊 然后当初我跟你讲 那个泰鼎不是吗 42块的时候跟你讲 我抓他有45块 那泰鼎涨上去了 那我们就看别的 我像去年赚了好的股票 还一堆哦 可是以延华来讲 8.8股力 现在290块 你不觉得贵吗 我是觉得有点贵 好不好 再来 里面讲到15档AMD概念股 其实AMD概念股就是那些嘛 星星南电 羊智神机 金燕 金元电 金居 尼克森 微影 捷利 汉认 汉认 翔确 大中 华琴 群联 里面是不是这么蠢哦 很难讲哦 这个15档 我觉得太多了 然后又来讲 MLCC涨价 被动元件涨价 概念股营收来劲哦 我觉得每天怎么写都这些哦 都这些 那我最主要跟你讲哦 因为在经济 今天有讲 这是工商啊 可是经济 今天特别去讲 TWS 真无线蓝牙耳机 我之前呢 我就跟各位讲 我说每个月 这几个题材 就是轮流来一次 有没有 散热 被动 然后低返 然后再来呢 TWS 然后就这几个 一直轮 报纸就这几个轮着写 所以呢 我跟你讲 做股票其实都不难哦 你就这几个题材哦 这几个题材哦 如果跌生了 有没有 你跌生了 然后你发现 它也不再怎么破底了 根本 你就 可以准备进场等嘛 等什么 等下一次 报纸再拿出来讲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赚钱了 法人就在帮你抬交了 有没有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呃 法人上礼拜买卖超 因为今天是礼拜一 我们不看礼拜五 我们看上礼拜 一整个礼拜 法人跟你买什么 好不好 那呃 我们从 五天的排行 就上市柜来讲的话 不用讲了 因为上礼拜都 大跌啊 所以如果以上 四柜合并来讲的话 外资都是债债债债 但是其中 第四 是联发科 买超 五千六百一十一张 第七是大立光 然后再来 金电 文帽 星星 葡萄王 金像电 元像 台虹 信华 红杰科 这是在前二十大里面 有股票的部分 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 金电 文帽 文帽 其实我们发现在两百八 这边 它就已经 比较跌不下去了 而且 上礼拜 整个美股上冲下息 它却 逆势 就是说 它之前已经先拉到三百三 修正回来 然后在两百八这边 再度做整理 那星星 是属 跟南电 是属于同一族群的 ABF 窄板 但是南电 跟景硕 还维持在高档 但是星星 有跌破三十 四十 跌破四十 然后法人 再把它做上来 买超 一万五千 三百零九张 那金像电 三大法人 都是在买超 金像电 收盘是二十 这一波 金像电 也是逆市 收高的股票 是不是这当中 有什么新闻 比如说因为大陆的关系 那金像电 是不是在台湾 相对 它的这个工厂 是比较 能够接到转单效应的 金像电 那另外原相 台虹 信华 宏杰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投信买卖超 过去上礼拜 五天的买卖超的部分 我们看到排名的 我们这是以金额来排名 金额来排名 第一是 郁金光 再来是台药 太硕 金像电 南电 旺宏 普瑞KY 翔硕 反甲 瑞奇电通 瑞奇上礼拜是 129.5是涨停 瑞奇电通 联帽 信华 幽群 幽群 细创 可乘 联雅精彩 群联 翼龙 智邦 台积电 威钢 联发科 茂林 中间呢 我们看到有几档 平常比较不常出现 比如说 反甲 瑞奇电通 再来是 幽群 这几档股票是 这段时间 这个族群是 比较没有被留意 但是却 投信义士买超的 幽群买超 三千零八十五张 反甲 三千五百九十张 瑞奇电通 两百 两千两百八十二张 这几档 那我认为这是 投信这段时间 逆势买超的股票 拉回你倒是可以留意 我们现在 我们在自行商买卖超 再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看 是不是跟各位来看一下 这三档股票 好不好 再来 自行商 过去五天 上周买卖超 金额排行 何硕 国具 招风金 南亚科 美绿 台胜科 台尼 技嘉 华兴科 雅尼 广达 神机 华兴 可成 营业达 大成高 华硕 瑞宜 润泰拳 大联大 你有没有发现 自行商的买卖超 跟外资 跟投信 感觉上 自行商的买卖超 分类比较杂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 自行商买卖超 比较有牵涉到 我们的八大行库 在互盘的股票 当然 里面比较多 会有比较牵向 全职股的 像何硕 国具 赵峰青 南亚科 这些都比较算全职股 然后台尼 对不对 台尼 雅尼 这都是跟全职股 比较有关的股票 英业达 华硕 所以是自行商买卖超 的部分 那你要跟着国家队 互盘 那你就来看自行商买卖超 的股票 可是呢 我觉得最近呢 什么股票会比较抗跌 或者比较会飙 就是 投信 投信它会去 联手加码 去拉台的股票 如果你要逆势做多的话 倒是可以来参考一下 投信的买卖超 的股票 那我今天特别把 刚讲过的那几档 我们现在挑出来再讲一些 我们再来细看一下 晨晨过去上礼拜 常跟你讲股票 我就不讲了 那 我们会员手上有的股票 你就跟着城城 报道操作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投信在上礼拜买卖超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 反甲这一档 反甲呢 各位 你看一下 它在10月到21月这段时间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 有一个71到最高83 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 那 当然武汉疫情发生之后 最低来到64 可是呢 它在上礼拜 4呢 盘中 盘中创 颇段新高 就是从10月11月这边盘整 然后1月有个高点 在礼拜四创颇段新高 可是你要留意一下 礼拜四 创了之后 可是留一个上影线 留一个非常大的线 而且报大量 然后呢 在礼拜五呢 又收一个十字线 将近是十字线 有 有这一个 十字线 那量呢 相对就说了 量相对就说了 那 我倒觉得 它是不是在这边高档 爆量之后 在这边 已经开始要做休息 要做拉回 你要留意 量没有出来 这个 礼拜四的高点 85 要报会不会过 倒是有点问题 这个倒是你要留意 我们正好来给你看到 那 现在再来看另外一档股票 锐奇电通 锐奇电通呢 因为说 锐奇 连着两根 连着两根 那在上礼拜五也是有亮出来 连着两根 因为涨停 那它上礼拜直接跳空过去之 然后 缩涨停 以锐奇电通来讲 最近的量 确实是有出来 上礼拜的量 上礼拜的量有出来 但是呢 我要跟各位讲呢 128以上来到 2018年初的 两年前的这一个 开始来到这个景线位置 开始来到这个景线位置 上去开始就来到这景线位置 那当然呢 当然最近的量 也是近两年的量 比近两年的量 来得比较高 所以锐奇呢 看起来 应该还有机会 拉维你倒是可以留意 来 那另外呢 还有一档是优群 优群来看一下 优群也是在 上礼拜的量 也是爆出来 然后 它股价也是创新高 我们发现它在 优群在上礼拜已经连涨 从60一路涨到85 一路涨到85 那优群目前是不是还在 它股价创新高 优群股价创新高 那这个股票 从2月底开始就一路 2月底开始 3月每天就涨 每天都涨 所以 已经从60多涨到85 海报继续追 这个你倒要留意 当然目前高档顿化 高档顿化 股票当然可能还有高点可期 那这只股票 后面到底卖什么药 因为陈辰 这几天没有在追踪 我旁后来留意一下 我来追踪一下 那可是呢 股票目前很强 你手上如果有优群的 你就续报 好不好 沿着无日线操作 那今天的股票 我就跟你讲到这边 像影8点36了 因为美股收下影线 今天 看整个雅谷的盘是怎么样 那我认为股票 就是 低阶 一样 不要去追高 那我想报纸间题材很多 各自表述 重点是买股票 不要看涨去追 容易追到高档商念 站在高档对股票唱情歌 要唱情歌 就对陈辰唱 好不好 那我们想今天 现在三月了 那 这礼拜 我说陈辰三月有庆生专案 所以如果你手上 有很多资金在操作的 或者有几十万就OK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很便宜的 这个黄金会员专案 也欢迎你来入会 那你如果资金有百万万的 那你更要来找我 让我带点操作 这一波 我们一正一反 一双赢 可多可空 皆可赚 那不管行情怎么样 成成每一笔 都是稳稳的带领进场 我们是不会去随便追高 而且当我们进场 这样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有理由 就是说比如说 获利好 底部进场 或者是 它是形态转强 或者它是转机 总是 要做好调研之后 我们才能够 而不是在盘中随便看 再涨哪一支 然后就在那边去追 然后让你去追涨停 什么的 然后很多人 买股票 我发现都很急 你手上买了一堆股票 这个追 那个追 这也要追 那也要追 然后最后你手上 二三十支股票 我都不知道 二三十支股票 你要怎么做 我觉得你就是两三档股票 然后好好盯好 报牢 下来如果还是可以报 还是有更便宜 应该要买的 该加码就加码 而不是东追一支 西追一支 然后手上一二十支 然后你就期待 一二十支给你涨上去 就你发现那些股票都不涨 然后你就套在那边 那一套你又不卖 那你的钱就越来越少 那就剩几万块 再做一两支 就另外被套的股票 要好几十万 这样做很难赚钱了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 你有这种镜头的 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 我们要把股票收敛 两三档 然后好好做一个破断 每一档就一二十%给它赚上去 资金收回 然后再重新做下一档 有的股票都不涨了 你拗太久了 你的资金在那边是没有效率的 好不好 那这个礼拜新的开始 祝各位这礼拜 有一个美好的一周 你的手上股票 支支大端 成成所自 金石未开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